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手打造出来的 怎么最后就落到这个山花手里 有媒体报道说是领导一图 然后还有人说是这个山花老板吴小晖的诚意打动了徐根宝 那还有人说是这个上岗他青年人才太多了 然后选择成全 总之众说纷纭 不过徐根宝自己的一段话倒是挺有意思的 他说我曾经为这个上岗做出过贡献 我也为山花做出过贡献 我要一碗水端平 这个一碗水端平啊 很多媒体解读为动情 但是我却联想到了另外一个使用场景 那就是啃老 那大家想一想 咱们什么时候最多听到这个一碗水端平 你比如说一家有俩孩子 这个父母呢给老大买一套房子 那怎么着也得咬咬牙给这老二买一辆车 因为得一碗水端平嘛 那为什么要端平呢 因为家里只有这一点钱 中国足球啊只有这一碗水 这碗水要是端不平洒了 那就啥也没有 很多人啊是不换馆换不均 所以啊我们在这个这句话里听到的更多是无奈 我们从这支球队组建的过程就能看出这种无奈 这支球队啊是2010年9月建立的 那当时啊是在这个上海浦东的镇江中学选的才 据这个足球报报道啊 说在开学之前 其实根堡足球基地呢搞过一个暑期的培训 当时啊来了28个球员 这28个球员呢苗子都不错 还都可以 然后这个根堡基地呢想要好好培养一下 但是开学之后正式报名了 只有11个人报名 其余的家长呢都选择了放弃 那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挑选的余地了 我们纵向对比啊 像根堡基地培养出来的这个张林鹏啊 然后蔡桂康他们这一波8990的这一波球员 当时啊是从1000多人里选出来的 选出来最后留下96个 但是呢这一支99到00年龄段的球队呢 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就只有35个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你像2014年亚绍赛的时候 中国的优势6队当时啊是溃不成军 这个主教练张海涛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 我们98年龄段啊 全国选材范围只有42人 那虽然后来有媒体质疑说不是42个人 其实是300多个人 但是啊无论你是42还是300都不太光彩 大家要知道啊在2014年同年 日本足协18岁以下注册球员人数已经超过了60万 我们啊已经早早被我们的邻居辣得远远了 当然啊选材男已经是老生常谈的 已经是一个不能算作借口的借口了 就是徐根宝啊在前不久这个上海市青少年 足球教练颁奖典礼上就点破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啊清训出人才关键要看教练 但是优秀的教练不愿意搞清训 根宝足球基地的教练王连元啊也说过 他说如果中国能有五个十个像根宝基地这样的队伍 那中国足球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队 其实啊这两段话折射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中国足球领域啊 所有的人都不想进窄门 只想一门心思地去这个走这个大道 但是呢走着走着就容易迷失方向 最后啊无路可走就只能回来啃老 媒体人董路啊发维博就评价 说徐根宝啊是真正的牛人 一切都源于他最初这种放下身段干于寂寞的深耕 没有一门心思想得到什么 最终却收获了很多 这就说明啊其实那道窄门 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捷径 勇马天台从失败走向彻底失败 我是DJ于智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